如果我今天希望再把美元折现图换成人民币的话,该怎么做? 首先跟各位讲,因为那个范围基本上就是理论上那个折现图需要两个范围 因为A跟B是接在一起的,所以它把它混在连续范围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range这个地方改一下 其实前面这个工作表名称是可以拿掉的 如果你写BBA的话,然后呢,第二个钱的符号也可以拿掉 所以其实这个可以不用,你可以看到是A1到B28 但是实际上比较正确的,如果是两个分开的范围,它就不会这样写 它会这样写,它会A1到A28,逗点,第二个是B1到B28,OK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它的时间,就是它的日期,这个是它的汇率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假如我要改成那个人民币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我改完之后,我就把这边改成人民币 然后呢,我只要改什么地方呢?我看一下 其实只要改两个地方应该就OK了,人民币 第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什么 我应该往下,我就不要,我放的话不能放M1 如果放M1的话呢,会盖掉 所以放M,应该在10加10吧,所以变M11 OK,所以呢,我就放M11的位置,M11 那其实只要改Lapt跟Type,那个Wiz跟High不用改 因为它都一样嘛,所以就不需要特别改 然后再来的话,这边改成C就可以了,就是来源的话 因为我们的资料人民币应该在C欄,也没错 C1到C28吧,OK,然后就把它改一下 所以如果改完之后,你把它执行 你会看到,这个地方美元OK,然后再来就是人民币应该OK 所以这个人民币执行一下,有画出来了 所以人民币画完之后的话呢,那其他应该OK 所以你会发现,再来就是欧元,美元对日元等等的 那其实也是一样,只要改两个参数 就可以把它改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如果说我希望可以把这个地方改成全部 全部的话 那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产生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值,第一次是1,第二次是11 第三次是21,31,意思类推 所以间隔就10,初始值为1,后面间隔10 那怎么写,比较简单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需要产生一个变数 它第一次的时候是B,第二次是C,一直到K OK,所以哦,如果我希望写一个叫什么 全部折线图,最后这个啦 全部折线图的话,那应该怎么改呢? 全部 OK,那全部折线图的话呢,首先 当然第一个,这个就是这两个参数啦 OK,那请各位先想想看好了 因为今天的时间,如果把这个讲完应该会超过时间 所以全部折线图部分,那请各位回去再试做看看吧 然后今天的部分,那就是把大乐透的那个范例做个结尾 然后今天的部分就是下载资料 然后修正日期,再来就画折线图 那画折线图,今天大概就是画重向的图啦 就是一个,两个,三个 那如果将来你可以一个,两个,横向的,两个,两个 或者三个,三个,那怎么改? 那你们回去可以思考看看 甚至可以画在不同,资料跟绘图是可以放在不同工作表 那也都没有问题 OK,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请各位回去再练习看看 那再来最后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资料只有固定范围 那如果你要让它可以查你想要查的那个时间范围的话 那就是要去查那个一个需要取得参数 而且是隐藏POST的一个网站 那至于怎么做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下一个礼拜再来看 那你们回去可以再练习看看 那今天的话我想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OK 那请各位学习那个镜头 OK OK